而另外引爆全台食安危機的蘇丹宏風暴 高雄地檢署偵查終結了 現在把精湛公司負責人李彥廷等等6個人給給訴 檢調現在就查出了 這個李彥廷其實他是等等8家公司的實際負責人 那這個毒辣椒粉他是怎麼樣讓全台灣都吃得到呢 原來他跟中國的這個龍海統計公司 來收購這個原物料 然後由台灣的6家分公司進行2次加工 再賣給下游 你可以看到他6年進口了110噸的辣椒粉 不法獲利超過了4000萬 當時這個案子一被爆出來之後 其實他非常過分 因為在第一時間他就很快的跟他老婆離婚 疑似要脫產 而且他還藏了2000多萬在前妻家 當時這個錢就藏在他們家的天花板當中 所以現在檢警就說了 他們已經查扣這位理性男子名下一點三億的財產 也賤請法院要從重量刑 而且要儲十二億元的重量罰金 檢查人員大動作搜索 在駐家的天花板夾層內搜出了大量現金 超過兩千萬的不法所得就藏在精湛公司 理性負責人的無性前妻家中 引爆全臺食安危機的蘇丹洪風暴 檢方偵查終結後發現李彥廷是八家公司的負責人 同時擔任中國龍海公司的執行董事 而二零二零年集團公司從中國進口的辣椒粉 在曝光時被檢出含致癌物蘇丹色素三號 依規定退貨 為了減少損失 公司竟把同一批辣椒粉改裝 重新再以集團其他公司的名義申報 再次進口並出售給國內的下游廠商 即便原料被下游送宴發現有問題退貨 不僅沒有銷毀 更繼續賣給其他的下游 檢調也查出李彥廷會刻意挑選 沒參有蘇丹洪辣椒粉香料的樣品來送檢 藉此來取得合法的報告 如果有下游廠商想要自行送宴 還會更換樣品 到今年二月底已經靠不乏手段 銷售將近十萬公斤的相關商品 總銷售額破千萬 李彥廷在法院交保之後 曾經獻蹤前期的住出外 被警方帶回調查站 檢警鎖定前七十關鍵人物 一路追查下果然在他家的天花板 收到了超過兩千萬的現金 金額十分龐大 檢查出李彥廷等人在過去六年期間 陸續引進含違規的辣椒粉 除了向法院申請沒收也對相關公司科儲共十二億的罰金 偵襲後依法對李彥廷等六人起訴 華視新聞消息出現一首高雄報道 嗨大家好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